基隆市有一名男子深夜喝了酒跑到前妻的家中 疑似因为女儿监护权的问题 两个人发生了口角 这名男子居然就殴打前妻 甚至用镰刀挟持他 和警方对峙长达两个小时 最后原警是强势攻坚 才救出了重伤的女子 对峙长达两个多小时 警方决定攻坚 发屁原警一涌而上 把眼前这个打赤膊的男子制服 在夺下他手中的镰刀 避免再伤人 这个时候原警发现 男子的前妻已经倒在地上 昏迷不醒 救援人员连忙上前 把右眼被打到扶走 脸部被划伤的女子送医 这起挟持意外发生在基隆 喝了酒的郭庆男子 以前就有家暴记录 星期天深夜他喝了酒 跑到了前妻家中 两个人因为女儿的监护权问题 一言不合 他再度动手殴打前妻 还拿镰刀挟持 对峙长达了两个多小时 杨远要同归于尽 第一个要砍他 就是要杀他太太 然后他自己要自己 邻居听到了大声争吵之后 看到了有血从门口流出 赶紧报警 警方一开始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在门外观望 甚至找来郭庆男子的家人 劝说最后不得已趁势 共检救人